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陆湖北商演 江小鲜卖地演出 让台下歌迷看得好过瘾 演唱结束后 还加码跟主办单位的贵宾工作人员 一一拍照算是回馈 没想到隔天当Alva要搭机返台时 其而遇到主办单位的女员工要求合照 刚起床又素颜要赶飞机的Alva 只好婉拒 这名女员工不但气的说不拍就不拍 还把原本要在Alva到机场的保姆车撤掉 让经纪人只好另外叫车 结果一上车 车子就被二十多个壮汉围住 问他为什么不拍照 态度恶劣 让Alva只好再回饭店多待三个小时 直到后来成龙父子帮忙才脱鞋 五度幼奥 港星蔡少芬还差点被绑架 本来他签约时表明两天都只是到一个地方工作 但没想到主办方却出而反而 蔡少芬到西安出席活动时 被主办单位强迫带到另外一处商场 要他配合演出 让他气得在微博上说 太可怕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还说混乱活动结束后 主办单位更中途拦截他 不让他去机场 蔡少芬说第一次感受到生命危险 像被绑架一样 幸好公安及时赶到才顺利抵达机场 谴责厂商行为非常可耻 过去港台明星在大陆街商演 诸如此类的事件层出不穷 就连周杰伦也遇过 也让明星大叹 这或许就是赚人民币比较大的风险 TVBS新闻周轮照会送到 最近红翻天的碰红嫂 林美秀受邀到球场开球 而且还大秀舞蹈全场都嗨翻了 嗨 嗨新闻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美秀也是中泡车来面的碰红嫂 我今天穿这样来这边干嘛呢 哇 不是来打棒球呢 我是来开球的重量级的开球呢 可是呢我现在有一个秘密特训 可是你们不能看耶 所以我先进去 然后要看什么 什么叫秘密特训呢 那你就锁定电视不就知道了吗 是不是 好啦 那我走了 哈 过期 拜拜 不能进来哦 真的不能进来很秘密哦 林美秀开球这天刚好是LAMIGO球团 举办的阿弥日 就是陆军趴啦 场上球员全都换上迷彩球衣 偷偷告诉你 林美秀的特训其实是在练舞 这神秘的舞蹈是电影里碰风扫跳的 还是广告里的韵律舞 他请大家拭目以待 好精彩哦 人真的不能有年纪 但是我现在正年轻的呢 我还要再去一个特训 是什么特训我也不知道 等一下 你还是不能进来 因为他是特训啊 特训就是不能进来的那种 就是也不能拍那种 也不能看 我应该是来捡球的 三帅很好 中华时报第一美男子 没有 你真的 然后中华时报第一拍特训 当然 当然 三帅配林美 刚刚好 赞 赞 赞 这位三帅 他呢 应该是我的秘密武器吧 秘密武器 但我先不能跟你们讲 什么秘密武器 等下你们来车场 看我们知道 真的 我现在可以开始吗 好 可以 其实我们是要练你家啦 因为我朋友很喜欢他 就算这要给我 我就说 还好耶 就我现在看到本人 真的帅耶 过奖了吧 过奖了 没有 真的好帅 就像有人说 你本人看起来比较瘦 我就很高兴的那种感觉 对啊 那你觉得你看到我 本人比较瘦 真的吗 也比较漂亮 看林美秀开心的蕾 但人家詹志瑶 已经民主有花了 女友可是星光鹅般的林沛瑶 也一生 还有什么人 让你这样 心着树伤痕 为何零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 你若不堪说 我就不问 美秀姐 你还是专心练球吧 你就我 我们不会丢 但我不用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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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直接踩一掌 对对对 水油 很早喝的 其实真的会喘 他也是一个很可怕 就悠悠来的运动 这样我才丢几个不到十个吧 我真的会喘 我想明天手应该不能动了吧 对啊 但是还好 叶老师教得好 所以那个技巧就 其实还蛮 还蛮轻松的感觉 觉得他的很好啊 这是历年那个开球来讲最好的一个 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压力很大 我讲 真的吗 不会啦 对啦 开玩笑 美秀姐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提出短暂的投球练习等等 他就要搭乘迷彩高球车 手拿超大金牛角面包 香噴噴登场 博德满堂彩 林美秀的苦练没有白费 秀完舞重头戏登场 戴詹智瑶 美秀姐这个距离这样子可以了 俏皮的比了比暗号 林美秀准备投出 再看一次 球直接进到詹智瑶手套 是一颗漂亮的好球 当然该有的福利 美秀姐也没忘记 不但和詹智瑶爱的抱抱 然而还手牵手一起走下球场 羡煞满场的女性球迷 吃回票价的感觉 有有有 然后他就说我很棒 我很棒 我想他应该会很想鼓励我来打 林蕾吧 他说我投得很棒 对啊 那你说有没有什么点 应该 应该没有啦 因为他年纪那么小 好好打球比较重要 对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今天开球的任务 圆满成功 所以呢我现在已经就是 你知道吗 收工了 收工要干嘛 就是回家 对不对 哎呦 其实这个任务 是我从盈以来 其实还蛮艰难的 因为要在那么多人面前 投一颗球 这颗球真的很重要 而且我刚刚投得准不准 连詹帅都说我投得好 我真的不好意思 詹帅 加油 加油人啊 林美等你的好消息 拜拜 哎不对 那边 谢谢 拜拜 阿姨 TVBS新闻 陈伟毅 刘彦时 采访报道 欢迎收看哈新闻 我是花花 今天呢我们来好好聊聊 过去在日本相当红的两位玉女红星 那么之前呢他们红极一时 但是现在呢却纷纷传出令人唏嘘的消息 盛美姐之前爆发出吸毒丑闻的酒井法子 那听说他最近要付出 那听说他最近要付出那大家呢也都非常关心他的付出之路 但是呢似乎好像不是这么顺利 对其实台湾观众朋友对酒井法子最有印象就是1995年他跟野岛深思合作这个作品叫白色之恋 所以过去他也曾经是日剧女王 可是现在他的情况怎么会这样令人唏嘘 怎么搞的 你看2009年他的先生高相又已被抓到吸毒 然后酒井法子也被抓到了 夫妻一起吸毒 然后当时呢是酒井法子是判三年的缓信 他还出来道歉 有没有他的先生嘛 主谋是他先生啦 他们的婚姻的状况也从那个时候起就反正结束了 离了婚他带着2009年还10岁大的儿子要一起生活 好 接下来怎么办 尤其是吸毒你已经重创了你的形象 因为这个吸毒事件呢 他的经纪公司跟他结了约 唱片公司也跟他结了约 可是各位不是以为结约就没事了 广告商跟他求偿 前后好多支广告一共是台币1.5亿 我的妈呀 要赔钱 要赔钱 因为你重创了这个广告商的商品的形象 是违约吗 那当时酒井法子没有办法一口气缴出1.5亿 所以他的前经纪公司先帮他把这个钱付清 那你是不是就背了1.5亿的债 那酒井法子当时呢 先把他在青山的一个豪宅卖掉 大概是台币5000多万 可是这个豪宅的贷款他还没有付清 所以他等于一个人就背了1亿多的债在身上 天啊好辛苦 再加上因为他在缓刑期间是不能在电视台露脸的 那你怎么办 你要怎么生存呢 对不对 你要怎么赚钱 从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就一直传说酒井法子可能拍AV 就拍这A片啦成人电影之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形象已经重创了 你又不能在电视剧里面出现你到底要干嘛 就一直传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2012年呢其实呢 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从舞台剧出发 舞台剧 大家有点惊讶是其实舞台剧的收入 不如一个成人电影花两亿日币请他去拍 对不对 当然啊 人家都说舞台剧其实没有什么钱啊 舞台剧很辛苦 对啊 可是对酒井法子来说 他一直想要守那个底线 所以2012年呢 他先从舞台剧出发 那这个毕空的狂想曲 阿世外传 这个舞台剧在东京涩谷的剧场 是一连演14场 就每天要演出每天要演出嘛 好 你知道第一票价也不便宜 可是票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哦 因为听到酒井法子大家都不去了 很惨耶 大家还是会想说 他之前那个吸毒的丑闻连结在一起 而且哦 他这个剧场不算是大的 是小型剧场 涉谷这个剧场 怎么会卖不出去 有去过涉谷应该知道 他就是一个一场的话 大概700张门票 他都小的耶 他都只卖出300张 还要请工作人员去撑场面 卖不完 卖不完 一半都卖 对啊 一半都不到 卖不到一半 而且因为是酒井法子 人家想说 给个面子 所以呢 其实他们还请这个工作人员撑场面 好 舞台剧14场等于是惨败嘛 票都没有卖好 那表示酒井法子在舞台剧的付出 其实是一塌糊涂的 那接下来我刚刚讲了 其实2013年 刚好他的这个缓行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日本有个电视台BS日本台 他们呢就觉得说好吧 就让他有一个付出的机会 对 让他演一下吧 对啊 他们有一套剧叫黑色报告书 就让酒井法子呢就来参演好了 好 那因为这个电视剧 所以酒井法子需要宣传啊 对 好 从2009吸毒被抓 到2013 他已经缓行结束了 大家再看到酒井法子的时候 吓坏了 吓坏 为什么呢 以前的酒井法子呢 是永远的18岁 真的被泡泡用名 而且他的脸是那种娃娃脸 就圆圆的看起来都不会老 可是这个黑色报告书的 这个宣传记者会 大家看到的酒井法子是 已经你知道非常憔悴 而且那张 右边的 老太碧露 差蛮多的耶 这两张比对 左边那个呢 可能是我刚刚讲的 1995年野岛深思的白色之恋 有没有 有那个型 很新鲜 但是你看 这个另外这张 40多岁了 因为被抓到 到现在大概42岁嘛 你看他 余伟文 好现实哦 还有脖子 那个脖纹都跑出来了 而且怎么会 怎么会老成这样 重点是整个人 非常的憔悴 那就表示 其实婚姻的不幸福 加上他这个形象 已经跌到谷底 还有他有经济上的压力 我觉得已经让他 在面对这个群众的时候 尤其面对观众 他其实是 你知道吗 很没有信心的 网友还觉得 他整个脸都是灰灰暗暗的了 而且那个电视台啊 邀请他去演戏 那个电视台 被网友抗议 之后酒井法子呢 他当然有两件事 大家会觉得 怎么会美